啊 啊 終於 甩開了 剛剛現場一片混亂 我就趁機逃掉了 啊 啊 應該沒事了 哇 突然有人從我背後一把抱住 該不會是何彥哥 可是怎麼會抱得這麼緊 雖然我一直被誤會 但是我對男性真的沒有感覺啊 那個 太郎 明希 你怎麼會在這 先這樣不要動 明希 剛剛我人也在那個抗議會場 原本想要 拜託大家能夠再給我們公司一點時間 我 我知道 他們一定不會理解 一定會對著我不停地慢罵 但 我還是 做好了準備 就在我 準備上台的一瞬間 你就出現了 明希 沒事的 改名叫黃油太郎比較快 什麼黃油太郎 不黃啊 也不油啊 已經沒事了 我 其實 好怕 好怕 什麼 做 做好 準備 都 都是 騙人的 好 明希 邊說邊 錯氣 想必已經哭了亂七八糟了吧 謝謝 謝謝 你 抱著我的雙手鬆開 我轉回頭 正對著明希 他已經擦乾了眼淚 回復平時的表情 以明希的個性 絕對不會想讓自己哭泣的表情 給任何人看到 所以才特意從背後抱住我 真是的 還是這麼傲嬌呢 明明這時候可以多依靠我們的 明希 現在已經滿晚了 要我送你回去嗎 你已經好久沒有玩黃油 這 這是 表示很久沒有 的意思嗎 很久沒有 舒服一下的意思嗎 你表示期待 後面是有什麼 阿斯阿斯 是不是 想哭就到我懷裡哭 我家很舒服 又大又寬敞 走開 走開 這種事交給太郎就好了 7點 OUT 什麼你都只看我玩黃油 我又沒有在玩黃油 我哪有受老觀眾 沒有吧 沒有吧 明希沒有回應 只是閉上雙眼 深吸了一口氣 這張臉變得像是煮熟的蛋 紅通通的 太郎 奇怪 好像 怎麼好像 米希跟另外一個人身影交疊在一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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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你 太郎 太郎 太陽交給和燕哥就好了 太陽交給和燕哥就好了 不要啦 我 我 我怎麼會 把你給忘掉 要 釘子 要 要去哪裡找他 啊 對了 抱歉明希 太郎 等 我轉身跑開 現在還有一位需要我去拯救的公主 正在等著我 釘子 佐藤 給我出來 我對著天空喊著佐藤的名字 你一直在看著吧 給我出來 想不到你真的做得到 佐藤無聲無息的從公園門口的陰影走出來 你這傢伙 我就直接說了 釘子是回到了遊戲世界了吧 最後釘子身上的白光 就是 當時傳送 的時候才會出現 沒錯 我要把它給帶回 一道殘影出現在我眼前下一秒 我整個人就飛了出去 啊啊啊啊 直到撞到了後方的長椅 才停了下來 好 好痛 好痛 痛到完全站不起來 而且 而且 視線 漸漸變得模糊 只能隐隐約約看到佐藤的身影靠近 你說帶回來 這真的是我聽過最好笑的笑話 做 噔 我就把一切跟你說吧 看你還說不出 說不說得出一樣的話 對 釘子真實身份 就是以女像Gail Game的遊戲代理人 遊戲師曾接受她的請求 讓她來到了現實世界 咳咳 咳 釘子 也是代理人 她早在一年前就來到了現實世界 但是她和你不一樣 她並不是渴求所謂真正的戀愛才出來的 她只是厭倦所謂的戀愛 還記得遊戲之神下的規定吧 咳咳 不能說出真聲 咳 以及 不能一天和 不和同 一天 不能一天不和一名同校的異性說謊 所以說 一直以來釘子會突然和男生搭話的原因 你想的沒有錯 她總是用最低限度來符合規定 就算是斷了她的生活費 她也會去找打工 自己賺錢養活自己 就這樣 死命的想要留在現實世界 咳咳 什麼 等等 那為什麼我沒有聽過 以女像Gail Game不能玩 噗 啊 佐藤重重的往我身上一踩 這就是問題 為了填補定子這個空缺 遊戲之神使用自己的力量 代替定子 遊戲之神的力量 就這樣慢慢的削弱 你知道她有多痛苦嗎 然而不管我勸說了幾次 但是 遊戲之神還是不願意強制讓定子回到遊戲世界 說什麼想要讓她在現實世界沒有遺憾 量的話 為什麼 還要把我 給帶到現實世界 是我建議的 我跟遊戲之神說 竟然沒有人能夠打動定子 那就讓攻略無數女性的你來試試看 佐藤把臉湊近倒在地上的我 不過這也只是表面上的理由 什麼 意思 天宗啊 我一直在思考著 為什麼定子不願意回到遊戲世界 真的只是厭倦遊戲世界裡的生活 結果 我找到答案了 她找到了鬼屬 沒錯 你也很清楚 她的鬼屬就是Gail Games社 只要社團存在著 她就會一直待在現實世界 所以我換了個想法 既然我因為限制沒有辦法讓定子回去 那不如先把她所謂的龜屬給破壞掉 什麼 因此 我想到 能夠讓Gail Games不能玩的方法 也就是讓你來到了現實世界 你 咳 別埋怨我 我已經給了你機會 不過你太慢 遊戲之神已經快要撐不下去了 我從一開始就決定 當遊戲之神的力量衰弱 無法干涉我在現實世界的作為時 佐藤的大雙眼 夜幕猙獰的看著我 我會親手把你們趕回去 我 我 一下子 所有的事實全部都灌到我的腦袋 讓我一瞬間無法思考 天宗 我真的很討厭你和定子兩個人 你們在現實世界是那麼的快樂 但是遊戲之神卻獨自默默承擔著痛苦 但是 有時候我也是很羨慕你們兩個 羨慕你們能夠 被遊戲之神這樣的疼愛 我想遊戲之神讓你們來到現實世界 說不定也是 不是因為想讓你把定子帶回來 只是想 實現你的願望吧 我 總之你贏了 你救了明星 救了Gear Games 市場 各人是 不是 角色 垃圾 遮瑕 转身走向公园门口 现在缺口补上 游戏支持人状况也开始好转 我不会再干扰你了 好好谈那个恋爱 就回去吧 佐藤等等 但 要是你再敢提一次那个要求 我不会牢过你的 佐藤说完话瞬间消失 同时 能再见到钉子的机会 也消失了 我坐在床上 手里拿了钉子最后留下的画 画面上每个人都在开心的笑着 而被我抱住的钉子 洋溢幸福的笑容 我轻浮画上钉子脸颊 钉子 你从那时候就喜欢我了吗 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发现 明明决定不要当游戏中的迟钝男主角 明明是这么渴望爱情的 明明能够看见对方的好感度 却连在我身边的你 都没有发现 是谁 我伸出手放在桌上的手机 好痛 刚刚的伤口还在刺透 是 是明熙 喂 明熙 明熙 我可是刚被你拒绝掉的女孩子 你难道不会说些安慰我的话 那个我 真的 非常抱歉 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后悔刚刚跟你告白啊 明熙的语气一拍轻松 但是我知道 是我在游戏世界 听过无数次 哭完之后的声音 所以 你有找到你的那位公主吗 没有 我啊 已经知道她在哪里了 但是 是在我到不了的地方 这样啊 那 你要放弃她吗 我 我已经造成游戏之神 那么多痛苦了 我实在说不出口 让我把钉子带回来这句话 我跟你说 我是不会放弃的 即使你不喜欢我 我也不会放弃的 没心你 所以你可不要大意了 你不小心 你就会被我迷得神魂颠倒的 笑什么 我可是认真的 谢谢你 明熙 你 你跟我道谢 我也不会高兴的 真是的 明熙都这样帮我打气了 我也要坚强起来才行 说起来 你在找那位女孩子 是叫做钉子 对 怎么了 我总觉得好像在哪里有听过 还是说 有见过 明熙你说 你知道钉子 太郎 怎么了 突然这么大声 抱歉 吓到你了 明熙你真的知道钉子 也不算是知道了 只是有种 该是说 手吸感 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感觉 等到说明熙还记得钉子 其他人会不会也 就这样 总之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了 谢谢你明熙 晚安 太郎 晚安 明熙对钉子 还有印象 也就是说 钉子还没有被这个世界给遗忘 一定 一定还有人还记得它 看着画上 在我怀里满脸幸福的钉子 那 如果是这样的话 说不定能够 距离那天晚上 已经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 我们的事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我们社团一时之间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 尤其是 我在台上宣言 我是girl game之神 那事闹得沸沸扬扬 听说好像还有成立像是girl game之神 后援会的迷之团体 总之 让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在家庭餐厅里工作 所以现在放学后 都是在社办进行活动 而现在在社办里的人有明星 成见 和用者通讯软体的爱 佐藤不知道跑到哪里 但是我确定他时时刻刻都在注意我们的一举一动 安安 不是那个肺 也不是那个羊 哦 明星 你这个地方 总觉得 可以再多描写一位 嗯 我看看 我的意思是 这部分可以再丰富一些 内容有些太感 也不是那个肺 也不是那个羊 哦 丰富 妈 我再想想看 好了 剧本差不多了 再来是CG 我对着桌上笔电的通讯软体说话 爱 爱 爱 怎么了 怎么了 一定要我叫这个名字才会有反应 最后一张CG你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可能是今天 也可能是明天 说不定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样啊 爱 爱 我会在今天完成 OK 陈姐的话 应该只剩下校正了吧 是的 小太郎 相比于在家庭餐厅工作 在社办里显得安静多了 只有偶尔会听到远处传来的运动社团训练的喊声 在社办工作也不错呢 是啊 怎么说到好像之后就不会来了 以后能来这里的时间还多的是呢 说的 也是呢 各位 老师我带味劳品来啦 美税姐谢谢你 有果汁吗 来 接着 谢老太郎 可恶 我都没吃到 爱 爱同学 你到底哪时候才要来学校 嗯 差不多毕业的时候 看来我要去做个家庭访问啊 不要啊 美税姐 耶 当我们开始在社办进行活动的时候 小岛老师几乎每天都会过来 小岛老师似乎是觉得身为顾问的他 之前没有陪着我们在家庭餐厅活动 是十分失职的行为 所以现在一有空就会过来看看我们 我觉得之前小岛老师为了不让Galgan被废训练 在开会时拼命为我们说话 光是这件事就十分令人感动 不过小岛老师时常 能常来设办也是不错 游戏是不是快完成了 是的 已经差不多了 真期待啊 以现在的进度 大概在一两天就能完成了 所以也差不多该说出来了 各位 我走向社办内的白板前 游戏已经快要完成了 那个 我知道我接下来有些请 的请求有些厚脸皮 说吧 小太郎 嗯 我们可都是Galgan社的一员 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下 各位 谢谢你们 在一旁的小岛老师看到了这一幕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满脸骄傲地看着我们 我希望能够 已经九点了 今天弄得比较晚 一打开灯 在我面前站着一个人 佐藤 我紧盯着他身体 微微呈现防御的姿态 不用这么戒备我 我不是来找你麻烦 那是要做什么 我就直接说了 你这一个礼拜到处去问其他人对定子的印象 是想要做什么 你该不会还怀着要把他带回来这种天真的想法吧 不管你怎么做 没有人能够想起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人 我想起来 不只有我 每个曾经跟定子有过关联的人 都有一些暧昧的记忆 这些都是定子存在过的证明 我会把这些全部都收集起来 佐藤听了我的话后 烦躁地抓着头发 你为什么就不能赶紧去谈场恋爱 把定子忘了 你到底在执着什么 执着什么 不 我并没有执着什么 我会这么做 就仅仅只是喜欢着定子而已 你 随便你吧 但是你又听清楚 已经有了定子的潜力 佐藤 再给我三天 三天后我就会回去游戏世界 好 三天后我会来接你 不像以往 佐藤这次的离开 是用走的出去 佐藤 我打开电脑 把包里的笔记本拿出来 笔记本上记着秘密妈妈 这全部都是我这个礼拜的心血 已经顺便 已经顺便多少时间了 赶紧开工吧 我看看 这里再改成这样 陈姐在确认程式的最后一段 是否有bug 好可好 OK 就这样 各位完成了 耗时一个月 我们的游戏终于完成了 太好了 耶 完成了 恭喜各位 干得不错嘛 开派对了 今天是假日 我们在家庭餐厅完成游戏 为了我们的游戏 记子姐关店休息 大家兴高采烈的准备食物和饮料 每睡 来 喝一杯 我不喝酒的 记 那我最惊讶的是 小道老师竟然和记子姐是老朋友 好像从高中就认识了 明西 你什么时候要回来 笨蛋 之后明西就会变成剧本师 哪需要再回来打工 哈哈 也是 每个人脸上都是开心的表情 尤其是陈姐 一边哭 一边笑的 明西也是 不停的偷偷的擦着眼泪 从通讯软底 传出爱的高兴和笑声 说起来好像是第一次听到她的笑声呢 还有每一位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们 明明不是我们的社员 但每次都会来给我们加油打气 也是有她们的祝福 我们才能坚持下去的 再看下去就走不了了呢 我小心翼翼的退下门口 生怕自己的走路声响太大 破坏了里面的快乐氛围 佐藤早就站在家庭餐厅外等待着我 准备好了吗 嗯 每一位笑容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了 佐藤轻叹收拾 如同来的时候一样 我的身体开始出现了白光 没想到你还能做到这种事呢 要是我能够做到的话 我早就把你送回去了 佐藤现在的语气已经不像先前的强势 更加像是朋友间的调侃 你是忘了回去游戏的条件了吗 我真的只是让你暂时回去而已 如果你想要再回来 我没有忘记回去的条件咯 佐藤 当我谈到想谈恋爱的话 就要回到游戏世界 对吧 白光完全占据我的视野 我闭上眼享受着最后的微风 记得游戏里的最后 修也是像这样离开的城堡 这城堡对我而言就是家庭餐厅 但是我更加的幸运 因为我现在不是要离开 而是要去找回我的公主 你知道就这样回去 说不定游戏之神不会答应你 再见钉子一面 就算如此 我也不会有丝毫的后悔 再见了佐藤 再见了现实世界 白光一闪 原本店门口两个人身影 变成了一个 我到底在干嘛 为什么我会想要挽留他下来 我果然还是不适合当一位使徒 做的太失败了 不管是帮助他们的恋爱 又或者是自己 哎 现在他们都回去 我的使命也结束了 我要去哪里呢 佐藤你怎么在这里 明希 你有看到太郎吗 我刚看到她走出门口 她吗 她去寻找了她的公主了 是吗 这样直接说好吧 明希会不会 明希拍打了脸一下 青色的拍打声似乎把她的落寞给拍掉 很快的重新的挂起笑容 好了 不管太郎先进来吧 大家在开派对呢 那个 我就 扫罗说 陈姐 佐藤过来了 佐藤你好大的胆 竟然敢把社团活动给撬了 佐藤快进来吧 各位 看来 我还不用这么早去想 要去哪里这件事呢 这里是哪里 一张开眼眼前出现了似曾相似的场景 我想起来了 以前在梦中遇到游戏之神也是这样 一颗一颗的栗子飘入聚集在一块 凝聚成熟悉的身影 以及那熟悉的笑声 好久不见啊 田中太郎 想不想我啊 哈哈 游戏之神 我冲过去一把把游戏之神给抱住 你 你在做什么 这么久没见 你是变成罗莉扣了吗 游戏之神对不起 造成你这么多的麻烦 怎样不想 怎样不想 你 你是听佐诚说的吗 还有你抱就不要乱摸啊 能够再见到游戏之神真的是太好 所以说 你只有这个要说吗 游戏之神用看透一切的眼神 坏笑的看着我 我大吸一口气 用意志坚定的看着游戏之神 游戏之神可否借我定止三个小时 嗯 这样会有趣吗 身为男性像girl game的主人公 乱入到姨女像的作品里 这样非常的有趣吧 啊哈哈哈哈 非常有趣我准了啊哈哈哈哈 谢谢你游戏之神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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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笑声互相交致 这一瞬间我好像懂了 为什么游戏之神总要这样大笑着 果然身为游戏世界的人 果然身为游戏世界的人 这样笑口敞开才能真正的为游戏 带来欢乐 哈哈哈哈 你到底是要抱到什么时候啊 死罗里控 死罗里控 游戏之神用他纤细的手臂把我高举起来 游戏之神你 你拿来这样的力气 差不多到了 在我们正下方 有一块长方形的学校走廊背景 等等不是吧 给我下去吧 给我下去吧 救命啊 痛 痛 痛 我从掉下来的地方慢慢站起来 地板被我炸出了一个大坑 果然我一爬起来后 坑又消失了 又不是在游戏里 世界里面 我早就死了 别想逃哦 小猫咪 学长 是钉子 是钉子 还有一块人形力牌 挡在钉子的前面 那个人形力牌 竟然敢这样 逼咚钉子 还让钉子露出那种害羞的表情 不可恼数 不可恼数 就算只是人形力牌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啊 有了 我露出坏笑 这样做好 好帅啊 好帅啊 我兴奋地在床上尖叫 雙脚不停地踢着床铺 虽然朋友和家人 总是跟我说这些是假的 乖乖交个男友 比较实际 但是 对我而言 眼前 学长是个活生生的人 我才不需要什么男友呢 有这个就够了 好了 终于到了重点部分 学长要亲吻我了 就这样 学长的脸越来越清净 帅气的脸庞 带着微微轰韻 学长 啊 眼前的学长 怎么突然被撕成两半啊 学长啊 还有 这不是田中吗 他怎么会出现在荧幕 不要再撕啊 学长啊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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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已经死了 我的心 也已经死了 我把掌机丢到一旁 搞木死灰坛 坐在床边 怎么了姐 大呼小叫的 弟弟啊 姐姐决定要来吞吞叫男朋友 姐姐你 终于想通了 妈 快来 姐姐她 抱歉啊 这位人凶 她是我的 我抓住人形力牌的头部 用力的把她撕成一半 学长必须死 学长必须死 你这家伙竟然想清定子啊 看我把你撕成碎片 我一块一块的把人形力牌给撕下 能够撕 能够手撕帅哥真的是太爽啊 哈哈哈哈 为什么 你会在这里 我一句话也不说 静止走到定子的面前 就跟蠢羊一样 跟我要什么啊 啊 我轻轻把定子眼镜剥掉 接着 眼镜 还我 这样 看不清楚 必须死 怎么必须死 我是无辜的 这样啊 以往说不定连B豆的动作都做不出来吧 但是 看到刚刚有其他的男人和定子有着亲密的举斗 身为男人占有欲和竞争感全部都涌上来 现在的我没有极限 我突然一个瞬间把脸靠近定子到鼻头互相亲接触的距离 这样 看得清楚吗 接下来 接下来 要做什么啊 一股着气靠的这么紧 感谢你的follow 一股着气靠的这么紧 却完全没有想好下来不要做什么啊 现在 是不是 要亲下去呢 真的要亲吗 会不会被赏一巴掌 啊 该怎么办 就在我内心贴人交战时 没想到定子自己合上了眼 可以哟 撞逼中有极限 要啦 要了要了要 要上了要上了 快了快了 啊 看到这一幕 一瞬间我的理智线断裂 朝着定子暖热的嘴唇 吻了下去 把它抱得紧紧的 生怕它又像那时候一样 在我的眼前消失 啊 弟子 啊 不要再离开我了 弟子身上的香味 和彼此交叉的舌头 让我神魂颠倒 好想 就这样一直下去 等等 得停下来 天中太郎 我趁自己快无法自拔 前一秒停得下来 因为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定子 张开眼 30分钟到了试玩结束 还没啦 还没 哦还没 这里是 我身后的背景 从原本的走廊变成中世纪街道 定子也变回了出游的装束 而我则变成了 主人公 一几句台词从脑袋中浮现 熟悉的BGM也环绕在耳边 回来啦 这股熟悉感 这个难道是 我向定子做出表演 表演者开始表演前的招呼 定子 欢迎观看我们一起做出的游戏 紧接着 序章开始 鲁 鲁没有转身 只是继续的往前走 仿佛 看 仿佛见不见艾可的呼喊 我永远爱你 艾可 我也是 结 结束了 在最后一个结局的最后一句结束后 我们的背后 染上了黑幕 定子慢慢的向着我 带着微笑 很棒的 故事 欸 奇怪 明明故事 完美结束了 为什么 我笑 不出来 定子 好想紧紧抱住她 但是我现在依然无法发出声音 无法移动 因为 这 怎么回事 你是说这张图上的女生 吗 呃 我想想 感觉 是个很害羞的女孩呢 总有点令人操心 这 这 这个人是 这位同学 你认识她 不认识 只是 怎么会突然有一种 啊 想让她骂我一声去死 或者踩我一下 啊 欸等等 我还没有说完 我说这 这同学也是挺m的 同学 你的思想 有点偏激 需不需要我去跟家长联络一下 拜托不要啊 不是 只是问我有什么感觉 嗯 我说啊 这个女孩是不是喜欢把话藏在行李啊 还有你下次见到她的时候 去叫她多吃点饭 同学 其实你是蠢羊吧 不是我啦 不是 个头也太小了吧 你们在看什么啊 这女孩子也太可爱了吧 真的耶 好可爱 田中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女孩的 可爱归可爱 但是 是不是少了什么 我也觉得少了什么 啊 猫儿 对对对就是猫儿啊 加上这个就完美无缺了 你们这些家伙 别带那猫儿来猫儿去 赶快给我工作 嗯 看这个吗 这这这这这这女孩子 快快告诉我 怎样才能看到她 现在见不到 那 那等我一下 来 下次见到她的时候 把这件哥德罗莉服给她穿 然后拍照片给我 她的身形完全就是为了这件衣服而生啊 这件成长去一定会非常可爱的 光想到就 啊 我缓缓的走到钉子前面 我把所有钉子认识的人 看过话的感想 都记录下来了 抖大的泪珠 从钉子眼里一颗一颗的滑落 太郎 跟 大家 在一起的日子 真的 真的 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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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 再一次 见到他们 我擦拭钉子的眼 脸上的泪珠 你的话 已经传递给荧幕前的他们了 让他们回答你吧 陈姐有办法 让玩家在游戏时自己打字进去吗 嗯 是可以 不过这样没有意义吧 不对哦 是有意义的 这个地方不是 和你相处的时光 诶 这个地方不是 和你相处的时光 和你相处的时光 好怀念 好怀念哦 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吧 我的存在都 都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 你会想 你会想 起来 那时候 我对你说了好多话呢 可是 是 还没有听你 还没有听你亲口说过呢 你愿意 加入我们吗 小钉子 我 我 愿意 愿意 成 姐 明西 谢谢 谢谢 你们愿意接受 接受 这样的我 愿意 你 邀请我 加入 Gail Games社 大家 我 真的 真的 好爱 好爱你们 成姐 谢谢你 谢谢 你 想起了钉子 接下来 轮到我了 嘿咻 我伸出手 把还在唾弃的钉子给抱起来 就如同钉子画上我抱他的样子 整部游戏 到这里 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话 并不是写好的台词 也不是设计好的脚本 只是我想对钉子说的话 钉子 好像有一瞬间 我和钉子两人到了家庭餐厅 所有我们认识的人 围绕着我 我们就在众人的祝福下 一吻 我爱你 钉子 嗯 明星有告诉我过 你不需要为了之前拒绝他们的事感到内疚 他们没有为这件事生过气的 太郎 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真是讽刺 没办法出现在同个舞台上的男女主角 少女躺在高楼大厦的顶楼里 一边玩弄着不良少女的布偶 一边欣赏天空的美景 不过 最后竟然能改变原有的世界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这究竟是奇迹呢 玩偶慢慢漂浮到半空中 还是说 您刻意所为呢 我说这路线也太洋葱了吧 哇塞 哇塞 太洋葱了吧 我说 虽然最后还是分开了 可是他们还是有 嗯 最后还是分开了 这游戏做 免费游戏真的是 这个真的应该拿来卖的 什么纯洋版 纯洋版是什么东西 诶 这个真的不拿来卖 真的太可惜了 诶 这路线有洋葱诶 我说 费游戏